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夫妻啊 反正因为感情纠纷什么什么 在一个豪宅 男的跟好像沙男那样女的 然后再把女的丢下楼 她其实在跳下楼 7月14 然后重点是什么 楼下上面也是豪宅 平台 就像你家有个平台 铺了草地 刚好两个人在两户平台 你看这样好像命中注定 死都不会死在同 一起 在两户平台那边丢下去 你可以想象吗 后来那个媒体访问那个户主 他说我这辈子被他毁了 为什么 7月14 半夜好像凌晨10分 大概4点多 一声巨响 你要出去 我家的几千万港币的豪宅平台 居然躺着一个尸体 然后旁边也有另外一个尸体 不得了 然后听说豪宅价格马上降了60% 他变成凶宅了 在网上能查到香港凶宅 真的 我在香港就看房子的时候 有一处房子特别好 我说怎么价钱那么便宜啊 然后他说你到阳台一看 我一看 大视野辽阔坟长 但是老外不在乎 他就说就是你们中国人在乎 老外就占这个便宜 就很便宜的租金就住在这种地方 哎呦 那天我觉得就说这个叫 应该叫中元节了 农历7月14的晚上到7月15 其实咱们录像今天晚上就是7月15 你说香港这个敌史司机 我最近是觉得 我最近个人感觉 香港地址司机这个服务在变差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也挺奇怪 我是说昨天夜里了 就是这个7月14农历7月14 我打个第一正好是半夜12点 我坐上这车的 你说这 苏鸡小哥说 说你们内地人这个不知道 今天是个什么节吧 我说 我说我们是说农历7月15 是鬼节啊 他说那是你们北方人讲啊 7月15 实际上啊 看看表现在就开始了 就是我们香港人讲啊 7月14啊 就现在啊 过了零点呢 鬼就开门 这咱跟你怎么聊天呢 这个 说你看他们就不塞车吧 为什么不塞车啊 今天都不出来的 哎 我说这司机 你们哪壶不开提 哪壶 我给我聊了一路 我聊了一路 然后下车的人说 哎 一天啊 要到7月15 这个鬼门关才关啊 有分的啊 你没听过 什么情况 咱们以前有一个同事 刚刚来香港吗 刚会一些那个广东话 然后打一个车也是 跟人家说 又拐 又拐啊 他想说 应该香港话怎么 英国文化怎么说 咬军 咬军 军咬了 他说 有拐有拐 有拐有拐 吓死要袭击 对啊 所以我们真的现在需要这个我觉得是科学的文明教育 这么好 这个生死的观念 哎 为什么讲到生死观念呢 最近我也注意到一个新闻 就是8月15号是一个山东济南的一位过世的 能不能叫过世的女士 叫姓展的这位女士的100天的忌日 哎 他的老公呢 也是山人泪下 但是他是个非常特殊的 因为呢 他是中国本土 现在是首例 就是 呃 首例人体冷冻的 志愿者 咱们之前 你记得谈过一次一个话题 重庆的一个女作家 当时也是家属 根据这个 他的意愿吧 呃 做了一个 呃 冷冻 但只冷冻头部 就是说 在美国的那个有这么一个中心 美国来的医生 这次给这个展女士做的 还是那个美国那个医生 但是他现在已经加入了在中国的一个冷冻人体的这么一个项目的单位啊 他的基本原理就是说 你可以看看这个啊 就是人 你首先有这个意愿 然后据说在这个最后断气前四五分钟啊 就已经开始要做一些措施啊 然后呢 就是用一些很复杂的这个方法 最后把你的体温呢 呃 就是把你冻在零下196度的液氮 你看下面 就是永久保存在这个液氮 这个这个死者呢 是呃 直直的 就是头朝下这个姿态 据说比较专业吧 就是 不累啊 那就是这样立于保存 就是说呃 永久保存 那么你像他这个丈夫跟他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啊 就是跟他说也不好说这个事情啊 就是因为他身患绝症嘛 他丈夫就跟他讲啊 说要不然你先睡个长觉 你愿意不愿意 你你先睡 所以将来咱们你醒了 可能我们就见面了什么的 他他点头 因为这个里边啊 就是为什么叫志愿者呀 人家也是有善心 因为他这个宅女是生前的 也表示过对这个死后人体器官的捐献 那么他们我觉得想的就是说啊 第一就所谓永生吧 就是说今天的技术治不了你的病 但是把你永久冷冻起来 等将来有一天能治你的病了 再给你解冻 再治好你的病 存着这么一个希望嘛 但是另一个呢 他就是说即便不成 我也等于为科学啊 等于做个奉献啊 做个做个实验 就是他就成为中国本土首例的这个志愿者 好像好像全世界首例 哎刚好50年了 好像1967年嘛 美国一个一个人要肺癌 快死了就冷冻起来 问题是然后这种想象好早啊 我特地问我女儿 因为我女儿就是写科幻小说 我说有没有看过那些关于冷冻人的 他给我找了材料 30年代美国的很好玩的 那故事蛮好玩的 他说冷冻了一个人 把他送去外太空 结果过了800年 人类文明全部没了 然后呢外星人呢 拉拼外太空的人呢 就把那个人 把他激活了 就是把他好像微波炉 蹬了两下 好就活起来 结果他代表人类文明 重点是他还记得 记得以前人类几百年前是什么样子 所以其实这样才是重点 现在关于冷冻人 就算他以后能够复活 当然就很难了 就说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冷冻容易 把你解冻难 然后你能够冷冻身体 表示你能够冷冻你的记忆吗 你到底记得什么 你没有记忆 你活起来干什么了 种种想象 所以你说 这个义军那个采访 那个尤瓦尔赫拉利 他不是已经提出了永生这个概念吗 对 就是说感觉咱们这个人类 未来必将进入一个可以永生的时代 对 他说的那个还是几百年 他不说不一定是真的是永远生 但是人类这种追求也一直没停过 他而且说那时候是等于说 你各种零件你都可以换 但是你可能碰到一个车祸 他觉得可能还是会 但不管怎么说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人 说这个科幻小说 把这个人动到 就是从这个外星人去找回他 那感觉有点像那个鲁宾逊 那个漂流记 他其实说的一个故事 就是当一个人成为一个孤岛 把你一个单个的人 完全放到一个跟人类文明隔绝的地方 其实你无论你在做什么 都是在复活那个人类文明 你怎样去节省济世 怎么烧饭 怎么阅读等等 就全部是人类文明所有的这个缩影 其实我最近比较感慨的一个 我不是冷冻人 是见冻人 因为你们知道在讲书嘛 我想到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就让我真的是特别 很难平静的一本书 就是在英国 就是剑桥的一个历史教授 那个托尼朱特嘛 他是写了就是二战前后的 那个欧洲史 非常出名的 就是他著作是很多的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他就一个学者 到最后他的命运是什么呢 最后得了剑洞人证 他到最后是变成躺在床上以后呢 就是整个身体是不能动的 但大脑可以动 那是不是就像霍金 他比他还惨 霍金还有两个手指可以动吗 他就只能完全是躺着 他在那样的情况下 他口述写了一本书 叫做记忆小屋 潜水中 不是叫记忆小屋 就是他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说你们都知道 那个立马斗 当年不是传教士来中国的那个 他有一个记忆法 叫做记忆宫殿 就是他怎么能记得那么多东西 他又学中文 这就不用说了 什么数学 几何乱七八糟 什么东西他都知道嘛 他有一种记忆方法 他就想象成我的大脑 我的记忆是一个宫殿 我怎么样来排布 我怎么去记东西 那么这个托尼朱特 他就说 我没有宫殿那么奢华了 他说我躺在床上 只能想 我是一个像 瑞士那种雪山里面 一个小屋 他说我把我所有的记忆 当做是一个房屋的一个结构 我从底层开始说 然后他就这样写了一部 像是回忆录一样 他的整个的这个生活 他就讲说 见动人的这个生活 他说你想我半夜里面 没有一个护士 我也叫不出来到后来 我就哪里养 我是完全不能够去挠他的 只有到了白天 才可以有人帮我扳一扳 什么的 但就那样他口述来讲 我当中他 但是他有了一个全新的体悟 对于人类啊 所有的我们以前的一举一动 他完全是一个 我们以前意识不到 我拿个杯子 是那么简单的事 对吧 包括语言 他就后来讲到语言 我就特别感人 他的整个的这种描述 他说我们当今对语言 已经不是很重视 他就讲语言的被 我们所谓的被娱乐化 被污染 这样那样 他回忆他当时怎么认识语言 多少种语言等等 到最后他说就 他说 其实到最后我们人类 除了语言 我们别无所有 我们所有的交流都是语言 这深了 枪枪三人形 广告之后见 你讲这个语言 我讲的很有意思 我给你讲讲文字 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 你跟一千年前的人 可不可以有同样的感情 同样的担惊受怕 同样的感慨 这个要语言文字来证明 事实上证明 有的 就是古今同一凯 而且这个呢 我还就是说 我今天想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兰庭集序 这所谓天下第一行书 他家里的强品 王羲之 对 我家里藏着好几盒 我家也一大堆 送你几个 但是当然我 我写字跟狗扒似的 我没脸说人家书法多么好 但是我就要请你们注意的 是我对兰庭集序 这个天下第一行书 他的文字内容 特别感兴趣 特别有意思 而且他这个里边 你知道 他说到一种什么呢 就是人类对于这个永生 对于生命 对于生死 对一种感慨 有的时候啊 看着我呀 我就觉得 好像光机王羲之 就在我面前了 你知道吗 就是问出了 跟我一样的一个问题 我跟你讲 作为中国人 不了解这个 我觉得挺可惜的 你可以看看啊 这个是现在藏在北京故宫的 中国的文物就是这样 最好的东西啊 你已经看不见真迹了 一个影子 这是当年这个唐太宗 用让这个冯承素啊 这个就是复制的高手 用这个双钩的这种方式 这中国古代的复制术 复制的 这个兰庭集序 王羲之写的 这个永和九年 你看啊 我们就讲啊 他讲了一个怎么一件事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说说 他说的是啊 王羲之跟他几个 跟几个吧 几十个人呢 在哪啊 搞的一个party 这个party呢 就很有 你往下看啊 你看我把这个字放大了 我跟大家讲讲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你看永和九年嘛 就永和豆浆 就是那时候开的 可乐啊 永和九家 就是说时间 地点呢 会计啊 山音之蓝亭 他们呢 找个理由 那么一party 你看群贤必至 对吧 好人们都来了 对吧 少长贤急 有老有少 我们这party 什么环境呢 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 有山有水 我们呢 列座其次 坐在那个区 湾区的那个流水 把酒杯像船一样 浮在上面 那么样划拳 五魁手啊 六个六啊 不是人家营师吧 已经是 反正玩游戏 喝酒 就高兴 对吧 你看 就是 我为什么要讲啊 我今天你哪怕是去酒吧玩的年轻人 我觉得你要 这有一个机会 让我们思接王羲之啊 就是说 一种什么感慨呢 就说你看 这个快乐在哪啊 我们在这种游园会上 是吧 仰观宇宙之大 天气非常好 天朗气清 没雾霾 对吧 你看我们仰头 看看星空 不是 看看宇宙 复查品类之圣 你往下看 低头看看啊 生物多样性 这么多的这个生物啊 多好玩啊 所以游牧逞怀 足以及 视听之鱼 你看 就像今天你玩王者荣耀也好 看电视也好 干嘛 你不也是 就是视觉听觉的娱乐 你都到了顶了 多快乐啊 生活多享受啊 幸可乐也 好开心呢 对吧 然后呢 你看 就是说 人之相遇啊 就是你像我们 枪枪三十行 我们仨人能凑一块 这个抚养一事 或者呢 分享一下我们彼此的情怀了 或者呢 分享一下我们最近 到哪有什么好玩的事啊 对吧 有什么新的感悟啊 有什么新的寄托啊 你看玩起来 喝两杯酒 我跟家辉就放浪行孩 对吧 那家辉这个浪子 你记错了 那我跟义军放了行孩 我负责买单 但是想错了 所以去舍万书 竟造不同啊 就是虽然咱们玩的 这个多整多样 个人有个人的好 但是呢 都挺快乐 当你那个快活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非常自足 快乐到什么程度呢 不知老之将至 就是你玩的开心的时候 你都忘了时间 不知道谁会老 但是呢 你往下听 开始难过了 就是啊 到他到到你 后来你总有累的时候啊 情随事迁呢 事过境迁呢 当时的感觉也变了 感情也变了 感慨啊 记之以 然后你再往下看 然后啊 这个矿 修短随话 这就说到说 玩的再happy 寿命是有限的 中人寿有劲的 中期于尽 早晚逃不过一个死啊 古人云 死生亦大乙 就古人说呀 这个死 生死是大事啊 岂不痛在 你看他这个痛 写的多痛啊 写错了 自己又在上面重新写 我都能体会 要不说他这个书法 我能体会王兴致的心情 玩的这么happy 吃喝玩乐 放浪行嗨 一想到死啊 顿时心切了就凉了 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这一切的美好风流 逃不过一个死 岂不痛哉 我觉得我太理解他了 我经常有这种 一想到死啊 那真是就什么都办 万念俱消 岂不痛哉 然后你看他说 没懒惜人 心感之游 就没想到以前的人呢 也有这种感慨 看到以前的人写这个 我也是很悲哀啊 对吧 虽然我就是 他就现在说这个 以死生为虚弹 其彭伤为妄作 就是长命不死 什么永生 那咱都知道 那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对吧 那都是瞎掰 他心里也清楚 早晚有一死 你再往下看 后知是今 对吧 那就是 亦有今之事兮 就说 后人看 我现在就像我看古人 都是贪生怕死 背负我 哎呀 背痛啊 背痛啊 所以呢 我就记下来 我的这种感慨 这个后知拦者 就是今天 我们就是后知拦者 我们就是今天的人呢 亦将有感于斯文 你看他这个文 写的多重 你知道 我这个里边 你知道他这篇 来电机去讲的是什么 就古今同一个感慨 就叫什么呢 生年不满百啊 长怀千岁忧 就是你活得再好 怎么着 你当皇帝怎么着 你们家 别墅怎么着 半山怎么着 一想到早晚都会玩完 我们古文老师 有讲的那么精彩 我们中文就不会这么早 大家不要以我为例 这个我讲的都是细说 细说 我觉得你看 你看我 他要没有这个痛字 这篇不会流传那么久 其实能传得下来的 都是悲剧啊 喜剧流传的比较少 传的都是悲剧 但是我想说就是 你看我 就是佛经这种东西 我是白痴 我一点都不懂 但是我常常在想像 当年这个佛祖 作为王子 然后看到那些生老病死 就看到以前那些 娇艳的这些 这个美女在宫里 循环坐了这样那样 然后他又看到生老病死 他当时是个什么心情 我常常就是在想两个字 就是永恒啊 就不得永恒啊 对啊 我当时就是 我常常想像 他看到那个情 就是什么才能永恒呢 最后他的 那个感慨就是说 其实你要跳出 悲喜的这个东西 你没有悲喜了 也就永恒 你看那个 你刚刚讲 那个荷拉利 荷拉利其实他 最好玩 他每天有两个钟头 是冥想嘛 后来我这么查了 他那个冥想是有一派的 然后呢 在香港是有的 叫内观中心 在一个监狱旁边 因为他们经常 还去监狱里坐 然后你就去 有一个星期的那种课程的 我以后准备去试试 你前三天就是观呼吸嘛 就看你自己 他说你这样才能够 看到你这个心 如何起了 落了 这些东西 你才能分清楚 什么是不应该被 被饶起来的 这个情感 那个荷拉利就说 这个冥想对他很 很重要是因为 他不常常讲 人是相信 这个虚构嘛 他说他这样 才能分清楚 人 就是我们世界 那么多少 因为他写历史 那么长一段 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他说我 他说我拿起一本书 或者是说 某一个话题的时候 我很容易就会 掉到很多的 这个细节里面去了 只有这样子来看 这种内观 这个办法来看 我才能够知道 哪些材料 对我是重要的 我要往下写 就是哪些是可以不要 他就一种抽离 抽离出来的那种 这倒不错 但是听说他身体 特别差 他那是天生 他那是天生 去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所以其实我对 这个蓝精集续 庸俗化的解读 就是贪生怕死 我们都理解 说白了 对吧 但是古人很有意思 你看 我一直其实 有点不太理解他们 但是我身边 有些挺有成就的人 有这种思维 我有一次就问一个人 他对我无言以对 就是你看古人讲 就说你会死怎么办 不就是想长生吗 长生 你看古人 就是最后说 咱这个立德 立功 立严 就是 哪怕我死了 你比如说 你今天还念着 孔子的话吗 念着李白的诗吗 那李白就永远活着 有一次 我有一个作家朋友 我就说 我死了之后 我就输 我就跟他说 我是是 那你是永远活在 我的心中 可你知道吗 你都对我来说 真的 我这么个俗人 我觉得好 我想象过这些古人 如果在天上 还在积分 下面的多少人 再点赞 他们上面可以打赏 然后这个李白 打了多少分 因为就要不说 咱们就是注定 是小人物 那有些在 大人物 他真 你知道真的是会 这么考虑的 不会啊 真的是会这么 就是说 这件事 将来在历史上 怎么说我 我觉得我永远 理解不了 这种大人物 那当然 有大人物 这样考虑 你看 美国的导演 吴迪艾伦 大人物了吧 八十多岁 跟李敖同岁 吴迪艾伦 对啊 他最近的访问 还是这样 他一直都跟你一样 很怕死 一提起死 万念居灰 马家辉的 居灰 他就说 我判了这么多片 那个记者说 你就不朽了 一辈子被记得 他说对不起 假如有人告诉我 说 我什么都不是 你不要给我死的话 我一定换的 你们坐在家里 什么看我的电影 精彩的电影 曼哈利亚 什么种种的 来怀念 当年有个家伙 叫Weddy Allen So what 还比不上 你还给我生命 我在在牛亚 还吹我的Jazz Saxophone 他拍过一部片子 叫The Sleeper 就是讲一个人 被冻住以后 多少年之后 回来看到 整个的这个世界 都很荒唐 然后怎么去 拯救世界 他就想象 把自己动起来过 然后他 你刚刚说 他就是说 怎么样才能换回来 我看过一个 还有很好玩的 一个电影 就讲 就是在一个 一个房间里拍的 几个就是 历史系的这个教授 在告别当中的 一个教授 然后呢 他就说 哎呀 我这里干了 就干了十年 说我要走 聊着聊着聊着 突然发现 这个人 不太不太对劲 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聊着聊着 发现 他是圣经里面的 一位人 因为他每时 因为他 他永远都不会老 我知道那个电影 你知道那个电影吗 我知道那个电影 活了几十亿岁了 然后呢 就是说 就是地球来的人 他呢 然后就是 其实后来发现 他可能是耶稣本人 总之吧 就是他每 他永远都不会老 所以他每十年 他的朋友都老了嘛 他就要换一个地方 包括他的女朋友 什么都要去告别 因为别人就发现 你不会老嘛 然后他就讲 他整个的这个经历 包括他去过印度 见过佛祖 还交谈过等等 他就觉得永生 对他来说 其实是个负担 对了 他最想要就是 就是结束这一切 就是问题在于 我就发现呢 有的人特别抵触 这个永生 这个概念 你比如有一次 我听王石在一个企业家 一个论坛上 他那个让我觉得 他不仅是科学上不相信 他哲学上也不爱相信 就让我很反感 就不可能永生 对吧 但是我那天看见一个 一个人写的一个科幻 短篇小说 挺好玩 就是你也可以假想 假如真的永生了 哎 会不会烦死啊 500年的老妖精 就是说一个人呢 他已经结了N多次婚了 就是最后都差不多 就这么回事 他后来他 后来他发现他想自杀 他那个小说写的就是 他想死 因为这样慢慢无期 因为于是一切行为都变了 你知道吗 那肯定 而且重点更可怕的是说 我有了永生了 那想不到我老婆也永生了 他是很恐怖的 他一辈子肉 慢慢500人1000人追着你 而且很恐怖 很多这种科学概念 比方说冷冻 把它解冻 万一解冻的过程里面 出了问题 没有百分之百解冻 局部解冻不了怎么办 你左手解冻了 右手解冻不了 这辈子还在右手动不了 这很恐怖了 所以还是死掉算了 科学上这个还是非常遥远的 那可是想象就很好玩 那死掉 我觉得死亡我们都知道 剩个美学 也是个感叹 所以我这两年很喜欢一个事情 除了看那些不良视频以外 我更喜欢看晚年 古晚年 对 像杨渡写给黄新 岁水也到了 那个黄花钢 岁水也到了 我觉得你要我选择 如果有一项超能力技术 不是永生 我想要隐形 隐形好玩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